新加坡在白礁岛海域的填海项目方面 必须确保不会对环境以及边界造成影响 副首相德德须阿玛萨黑表示 政府将详细评估水灾防沽受损的情况 确保拨款援助分配到位 巴基斯坦西北部一座清真寺 发生爆炸袭击导致至少60亿人死亡 首相德德须阿玛指出 新加坡必须评估白礁岛海域的填海项目 以确保该项目不会对环境以及边境造成影响 另外除了合作协议提到的课题之外 首相认为马新两国也必须 进一步关注食品保障课题 以造福两国的人民 首相阿玛提到国际法院较早前 已经裁决白礁岛为新加坡的领土 对此新加坡实施的填海项目属于合法性 无论如何 安段表示他希望这个涉及两国的填海课题 能够良好展开 同时提到新加坡愿意针对水供的课题 展开讨论 并且做出新的安排 确保柔佛和新加坡有足够的水供 除了合作协议提到的范围 首相安娃认为 马新两国还有一些课题 需要进一步关注 但就包括食品科技和食品保障 首相提到 大马不仅要巩固马新两国的关系 同时也为两国的人民争取第一 首相德德西安娃 昨天率领大马代表团 前往新加坡 与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进行四言会谈 同时见证了两国签署三份 涵盖网络安全 数码以及绿色经济合作的协议 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长 登顾沙夫表示 大马可以通过这些合作 促进我国各领域人才培训 和提升国内的基础设施 大马不仅要巩固马新加坡总理 在新加坡与新加坡毛工部长延经用 签署数码经济和绿色经济合作 框架协定之后 向媒体这么指出 数码经济合作框架将开拓新的增长机遇 同时会及 马新两国的企业和社群 并为东南亚国家联盟的数码经济合作探路 这项合作框架所涵盖的领域 包括贸易便利化 跨境数据流通 电子支付 以及为微型和中小型企业数码化提供支持 副首相兼乡村及区域发展部长的德须阿玛萨黑指出 当局将详细评估水灾防护受损的情况 确保相关的拨款援助分配到位 在这段时间上,我们应该在进行为 而在这一段时间上,我们应该是以来的 在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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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玛紗海表示 鄉村及區域發展部屆時將與縣索合作 並對受災的房屋進行評估 在經過詳細評估受損房屋的情況之後 該部將發放款項 修復受損的房屋 但由於款項有限 因此該部將優先考慮受災嚴重的房屋 此外 阿玛紗海促請州議員 國會議員 縣署和州政府共同配合 以便盡可能順利展開這項工作 副首相阿玛紗海指出 國家宗教教育政策2.0 將在今年3月11日開始推行 同時表示 政府目前正在研究 早在2016年 啟動了國家宗教教 教育政策 也確保宗教機構 在教學方法 層面獲得協調 中文字幕提供 她是在布城出席一项颁奖典禮后这么指出 同时表示相关的会议属于正面举措 希望该会议能在今年内开始实施 并且每年举行一次 以便提高两国之间的网络安全性 她还没有再建议 我希望在8月9日 将会进行ASEAN Digital Minister's Meeting ADG Min di Filipina 大马和新加坡将共同建立东盟数码数据治理框架下的东盟跨境数据流动机制 并就重要问题交换信息 对于边境拥堵问题 他则表示通讯及数码部将通过数码化系统来审视和评估以加快流程解决边境拥堵问题 大马类的整部在我国属于受管控的违禁品 因此大马是否能够合法用在医药的用途还需要从长计议 由鉴于此副首相兼种植及原产业部长 ADG Fadila表示 该部将与卫生部共同探讨相关的事宜 Fadila在哥达巴鲁为国家羊马以及烟草局2021-2025年战略计划 主持推荐理事表示 尽管一些国家包括美国、荷兰以及泰国等已经公开使用大马 但在我国大马依然属于管控产品 为此中植及原产业部必须与卫生部讨论 以探讨如何在受管控的情况下 在国内种植、加工以及销售相关的成品 他说实际上确实有部分工业团和公司 针对这项课题与该部进行商讨 不过要如何在国内种植 甚至是加工、行销以及生产等 谁要条件还需要评估大马的出口需求和医药的价值 同时指出国家羊马以及烟草局 五年计划中的七个战略核心 包括可持续性、生产力、价值创造、市场开发、包容性、许可和执法 以及有效的服务交付 不过国家羊马以及烟草局 目前在烟草方面只负责执照的事物 不会再发展种植 因此只有香烟公司和相关的企业资助种植烟草的业者 这属于合约式的农业合作 至于政府方面 仅是负责监管 大马皇家关税局副总监 德杜莎丽指出 我国在去年共取得535亿4千万令吉的税收 于2021年相比 增加了25.97% 或相等于110亿3千万令吉 这是我国史上收获最高的税收金额 萨加利表示 尽管我国在2022年 共有超过90%的公司缴付销售及服务税 仅有少于10%的公司没缴纳 但这也迫使国家蒙受大约1亿5千万令吉的损失 这对国家财务方面造成一定的影响 如果我们考商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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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见于此, Sazali表示, 官税局放眼今年取得520亿令吉的税收 一名电子以及电器公司 取有人再度被控 事前向社会保险机构提交虚假文件 并试图骗取总额 8万7千令吉的雇佣奖励计划款项 被告在山岸南地亭 聆听五项控转之后 表示不认罪 法官允许被告以1万令吉 以及一名担保人保外 案件则定2月28号 在吉隆坡地停过堂 现年35岁的被告 Rayman Sim被控2021年3月9号 至11月11号期间 在巴达林在野和巴生的涉险机构分行 向社会保险机构的官员 提交新员工名字的文件 然而文件中提到的员工名单 并没有受雇于 Minwood私人有限公司 被告的行为因此抵触2009年 大马反贪委会法令第18条文 并可在相同法令第24条 二款条文下被判刑 一旦罪成 被告将面临最长20年的监禁 引起罚款不少于 伪造资料数额的5倍 适合者为高 法官Rosie La Salle 最终允许被告以1万令吉 和一名担保人保外 并责定案件于2月28号 在吉隆坡地亭重新过堂 早前被告于1月26号 在吉隆坡地亭面对7项提交 虚假文件罪控 涉嫌在同一计划下 骗取15万3200令吉的款项 但都表示不认罪 第二东海岸大道 从刮拉登加楼前往关丹路段 发生一起罕见的交通意外 一辆在这7人的轿车行驶途中 撞向一头 突然冲出高速公路的牛只 导致3名乘客受轻伤 4名乘客受重伤 甘马丸警区主任 Han Yan警监指出 这起意外发生在 昨天晚上7点25分 并涉及来自同一方向的 另一辆轿车 他说 在这起意外中 受轻伤的三名乘客 分别是34岁的司机 以及另外两名乘客 至于其他四名受重伤的乘客 则是包括一名两岁女童 和一名六个月大的男婴 初步检查 他们的手部 脸部和脚都受了重伤 目前已被紧急送往 甘马丸医院治疗 警方根据1987年 陆路交通法令第43条 一款条文展开调查 此外 警方也建议大道使用者 小心谨慎 并遵守限速规定 同时敦促畜畜业者遵守职责 以确保饲养的动物 不会闯入大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导致至少六十一人死亡 将近一百五十人受伤 伤亡者当中有许多是前往清真寺 进行礼拜的警员 这座清真寺位于白沙瓦 借被森严的警察总部区域内 事发前许多警员正在清真寺内祈祷 不料昏迹在祈祷者当中的自杀式 袭击者引爆了身上的炸弹 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 由于爆炸导致清真寺建筑倒塌 部分伤亡人员被埋在废墟下 因此当地警方居民和消责人员 竭力清除废墟 以便在最短的时间内将伤者救出 事发之后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发表声明谴责这起爆炸袭击 并重申联合国声援巴基斯坦政府 和人民打击恐怖主义 和暴力极端主义的努力 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内容 我是拉斯达 感谢收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